嗨 大家好 阳光姐姐在阳光之洲佛罗里达 跟您探讨一个热议的话题 就是已经生活在这里 或者是即将乔迁到佛罗里达来养老的朋友们 都会关心的气候状况 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 佛罗里达真的很热吗 以及你更会关心的问题 就是如何预防潮湿 侵蚀咱们的健康和住房 通过对四季如春的佛罗里达 和四季分明的密苏里 两地最热气温的对比 就解答了您的这一疑问 佛罗里达真的不像很多朋友认为的那么热 我在佛罗里达其实已经度过了11个夏天了 我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 佛罗里达都没我的故乡杭州热 这是因为虽然佛罗里达是热带地区 但大部分地区都紧邻着海岸线 海风的吹拂就让佛罗里达夏天最炎热的气候 都极少超过35摄氏度 就拿我们这为例 我们是东海岸的佛罗里达中部 我们这全年的夏天最热都难得有超过94华氏度的时候 虽然不是很热 但是佛罗里达的紫外线是非常的强烈 所以佛罗里达患皮肤癌的比例是非常高 今天咱竟然聊到了阳光 咱就快速的说一下如何预防 过度的曝晒对咱身体的危害 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我就在这不聊了 就重点分享一下当地的老居民的一些经验 可能有些是我们不太注意到的 第一点有关用防晒霜 就是不论你是到海滨呢 还是在自家院子里干活啊 只要是在室外 我们这里就需要用到防晒指数 在100以上的防晒霜 这第二点要注意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切身体会 我有强迫症 怎么说呢 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这前房后院总有很多活要干 我这一干吧 只要一开始就停不下来 那就把自己累得个眼冒金花啊 所以大家以我为戒 千万别这么傻干 严格定时 比如说不超过40分钟 实在自己控制不住 叫家人 到时候就把你往家拖 我老头来拖我了 说完了热的话题 咱来聊聊潮湿 朋友们都很关注 佛罗里达到底有多潮呢 佛罗里达的平均年降雨量可达1300毫米 这降雨量呢 又大多集中在夏季比较热的季节 高温加上潮湿 就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不舒服的闷热 但是不同体质的人对潮湿闷热这感觉是完全不同 我的反应就特别敏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过敏性体质的原因 每当下雨之前我就有感觉了 就开始感觉胸闷不舒服 脑袋紧胀紧胀地压 我就马上跟我先生说 今天很潮不能开窗 我这身体就百分之百的判断准确 我就是我们家的湿度计 我先生就跟我截然相反 他对潮湿的感觉特别愚钝 根据科学的测试 人的身体在50%到60%的湿度之间 是感觉最舒适的 这我们家客厅的湿度是62 这是浴室的湿度 哎呦都69了 这蛮高的了 干净采取措施 用除湿器 两个白天 累计大约8个小时的积水量 水的厚度有个一寸左右 这个吸湿器啊 有一段时间没用了 因为好几个月以来都不太下雨 今天打开用的时候突然发现 它有点发霉的地方 试一下这个 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边擦 边跟大家聊聊哈 这之前说到湿度超过60 咱们人体呢就会感觉到不适 那你还别说咱们人的身体了 你就连这金属你看 隔一段时间它就会长毛发霉 这发霉啊对身体的危害可真是很大呀 尤其是像咱们这上了年纪的 人这个骨骼类的毛病 像风湿性关节炎 骨质增生啊 还有像我这样的慢性湿疹 就是对这个潮湿 特别敏感的这种慢性疾病 就会让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那就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 这么潮湿 如何预防潮湿 给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爱屋 就是我们的房子带来的危害呢 我们家呢就长期把室内的空调 设在78华氏度 78华氏度呢就是大约26摄氏度 包括79华氏度 对人体来说呢都是属于最舒适的温度 这是非常潮湿的浴室 我们家的浴室呢紧邻着卧室 中间呢又没有什么门挡着 原来这个老的排气扇呢不仅小 噪音还很大轰隆轰隆的 我老公呢他带着那个助听器 他耳朵吧一开这个声音 他就耳鸣很难受 他每次洗澡呢他都懒得开这个换气扇 再加上人家对这个潮湿又没反应 我不行啊 我既担心身体又担心这房子受潮 所以他催着呢赶紧买一个噪音小 而且功率又大的排气扇 这不吗工具都准备好了 就是忙的呀都没得空开工 那尽快找个周末吧 看我帮我老公 我们俩能不能把它换过来 第二点呢你要保持房间内部的通风 你可以把这个电风扇开到这个最小档 看到这儿啊这位朋友就要说了 你介绍这几点就是普通不过的 日常防护潮湿的方法嘛 也没什么特别呀 但是往往很多事就是看来普通 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呢 那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生活在美国的朋友们都知道 美国的住房啊大多以这个木材作为建筑材料 可是我们国内的房子呢 基本都是钢筋水泥建造的 那你想啊建筑材料不同 那对抗潮湿的能力 那也就大不相同了 普罗里达买卖房子 他要派专人来检查你的房屋的木质 是否有霉变 就是有没有发霉 如果是有这种现象 那你卖房的时候 这价格啊就要大打折扣了啊 所以啊当地的居民是非常重视 这房潮的问题 可是我们有些华人朋友哈 就在这方面呢不太了解详情 就不太重视这个房潮的问题 长期以往呢对您的健康啊和房子 都存在着一定的隐贯 我是真心希望我们生活养老在佛州 既能养好我们的身体 又能养好我们的房子 您说对吗 以下是几点温馨提示 第一雨天还有湿度高的时候 要紧闭门窗 即使是在冬天 第二点呢 室内呢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凉度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像很多美国人 空调打的那么低 我们呢就按我们的体温 最舒适 比如说我就是78度 那你可能呢79度也可以 只要室内空调开着 哪怕温度比较高 它也能保证空气的流通 也能有效的防潮 但是你说你还是觉得凉 那咱就多穿一件衣服呗 如果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开工调 那湿到一定的程度 您还就得用吸湿器了 今天挺凉快 有点太凉快了 我呢走走路 这做视频做的脑袋发紧 还出来它发现人家都穿那个厚的外套了 现在的温度是56华氏度 我看今天的预报 最低温度要到39华氏度 我特喜欢这种 冬天稍微凉快一点 快点走 暖暖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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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福尔里达不仅仅是海滨地区 在城镇当中 各个小区 包括各类不同的住房 遍布湖泊河流 这到处都是水 名副其实的一个水城 从我们家开车到海滨 就十几分钟的时间 加上这家门口后院就是水 今天下雨的时候 可想而知这湿度了 很多美国人的家庭 喜欢把他们的家室内空调 打得霸凉霸凉的 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的体质的问题 他们喜欢凉快 包括他们老喝冰水一样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是他们认为 这保持室内一定的凉爽度 就会保证通风 就会避免他们的房子 受潮湿的影响 我给大家聊两个真实的故事 我一个阿拉斯加的朋友 前两年在佛罗里达买了一套住房 他们这个房子 有段时间控制在这 但是呢长期把这个空调打到7372华氏度 他就觉得就是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话 就有可能潮湿 影响他们的房子的这个质量吧 那么卖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当时还想呢 我不用打那么低 7576也可以省点电费 他说不 后面是很顺利的把房子卖出去了 还有一个美国朋友哈 他家的房子大房子有那个地下室的 这在佛罗里达是很少见的 因为地下比较湿嘛 但是他那个大房子呢有个小坡 他家里有好几个稀湿器 就是经常连地下室带那个地上 就是经常排湿 如果您喜欢海 您就来佛罗里达养老吧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就请订个月 点个赞转个发 感谢您的收看